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C四连番材料包的组装方法 它呢是其实是四组一样的机关卡 从盒子里面看呢 它就是这样的这四个贴好贴好照片以后呢 就贴好照片拉动呢 就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好玩 自己我们做之前先计划一下 你可以都装在这里装四组 也可以给它装在这里或者这里 这是都是可以的 自己先计划好 它每一张呢 大概要贴四张或者三张的照片嘛 所以如果你的照片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都做了 如果照片少的话 你少装两个这也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它的这个 组装的一个教程 先把这个分一下 这样的照片呢 一共有四组的话就是十六张 这样短的压条 然后 这个拉杆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 给装上去 先装这两个 好 它这样一个 方法 中间打上白胶 装这个一定要耐心 不能慌 这一块呢 跟这个长度差不多就行了 所以 所以 要自己 看好 好 这样子填好 这一步一定要用白胶来做 因为它到最后 它的受力会比较大 用双面胶的话 拉不了两次就开了 好 压好 压好之后呢 可以先放一边等它给干透 用这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盖子 组装起来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顶盖的 组装方法 这个顶盖呢 在 17年2月7号的时候 我们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 给更新了一下 之前呢 是上面要贴一个不干胶的 彩色的顶盖 我们现在做出来呢 是有 两个选择 一个是做这样的一个 烫银的 银色皇冠的这个顶盖 另外一个呢 就是做这种 纯黑的 有这两个解决办法 我们 对应的话 是这样一个 做顶盖这样一个材料 做的时候 这面朝上 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里面朝上呢 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纯黑的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好 我这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 黑面朝上的 那就是这样 烫银的这个面朝上 然后往里折 折出来就是 对面朝上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两个边呢 有一个 有两个这个边 两个长的 两个短的 先从长的开始折 这是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第一步 这样折 可以随手拿这样一个笔 这样画一下 有助于它折出来的 比较的 七整 好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对面朝上 同时 我们 五三折